熱血製造最強頻度 PassionTimes.hk 我已經討好他們了 但是我想說 不論是傳統建制派 或者所謂泛民的 他們這麼多年來 都是用這個方程式 去瞞騙大家 瞞騙所有選民 他說 幫你搞了很多地區設施 改善了很多東西之後 實際是不是他們做呢 不知道 但是當一些和他們 政黨利益有違背的決議的時候 他們每一個人 都會跟黨的政策 例如領會的上市 就是民建聯和民主黨夾粉 去促成了 而最後 他們只是說監察 講到聲勢力竭 說怎樣不管領會 但是從來不夠膽 承認他們當日犯過的錯 所以 請每一位選民 村民 居民 認清楚的事實 只要你們 還有一天 會信這些大黨 他們最後都會賣你豬仔 剛才 動文講到 關於旺角 這個發展 變成服務 服務自由行 服務遊客 其實很多屋邨 面對重建 或者領會裝修之後 都有同樣的問題 好像李東那裏 商場重建之後 經意遇上到 可能他將來會改建成為一個 服務 港島 南區 或者是公園那些遊客 的一個勝地 李東邨 現在經營很多旅遊巴 在下面 拍不到位 衝了上去那個半山的屋邨 但是 這些大黨 從來不夠膽 在這些問題出聲 因為他們很多時候 搞一些地區旅行團 其實他們都是受惠的 他們都有份搞到 那個區亂了 交通 他們有份搞到實的 但是他們不會跟你說 他們又會轉過頭 說幫你去巴士公司爭取 所以 如果大家 你真是為自己的社區服務 不要再用以前的思維 你要記住 你現在要投的 是為你自己 為你的生活 為你下一代 出聲的候選人 我們熱血公民就是敢於做這個醜人 幫大家發聲 請大家支持李東二號的蔡文龍 謝謝 感谢观看